44岁女星Melody日前吴玉景于脸书上宣布和富商老公吴玉琪结束17年婚姻 然而,三立新闻网消息指出,根据吴玉琪有人独家爆料 其实吴玉琪是遭诱导签订不平等离婚协议,甚至于Melody强硬到人设崩塌 Melody于2006年和企业家吴玉琪闪婚,她和丈夫之间相差15岁 婚后持续主持节目,选择当职业妇女,无论看似在工作还是家庭上,都照顾得相当完美 然而事实上她与丈夫私下争吵状况相当白热化,甚至离婚协议合约 也是吴玉琪突然遭Melody诱导逼签 据了解,吴玉琪有人表示,Melody要求包括现居住无心街的二户及美国豪宅 价值供上亿的房产全部皆要归她所有 此外Melody先前在节目访谈中曾提到,她的生活日常都被婆婆给牵着走 然而有人则透露Melody从来没有主动去看望过婆婆 只有多年前和大姐亲家一起吃年夜饭,才有跟婆婆碰到面 包括婆婆的头衰破急症和生命垂危三次 她一次都没去看过她,如何被牵着鼻子走 至于吴玉琪有人表示,由于Melody对于离婚条件非常严苛强硬 对财产分配不公,前夫家怒不可遏 与律师讨论后认为这份离婚协议是有许多吊诡的瑕疵 今19号稍早吴玉琪已委任黄薄荣律师 代表南方到北院明示地状申告 离婚协议无效之诉,处理双方对于婚姻关系的问题 并表示,其余我们就不方便透露,一切交由司法处理 我们今天要处理双方对于婚姻关系的问题 那其余我们就不方便透露,一切交由司法处理 所以这边是代表南方 代表南方没错 那之前一些舆论上面讲的一些 比如说什么离婚的原因或什么 那这边 这些都是不实的指控 那我们这边就留待司法去做一个公子证的审判 对此记者求证Melody经纪人 经纪人则22字表示 如同上次所言 我们不对离婚细节多做回应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